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去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国家公园 哈利妈咪开车一个小时 很快就到了 据说在这里面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动物 很多很多的鳄鱼 这个路上已经开始有点那种沼泽的感觉了 是不是 佛罗里达真的是太热了 我的天哪 今天刚才我看30度 我这随便冻两下就一身汗 太热了 怪不得大家的冬天都愿意往佛罗里达跑 大沼泽国家公园啊 它有很多活动 我们两个现在就在纠结是做哪一个 我想做的是那个 就是有点像个shuttle bus 有点像一个你叫什么tram 然后它是慢慢的走两个小时 然后在沿途能看到非常多的 动物啊 它是在陆地上走的 但是老板呢 想做那个草上飞 就是叫它真的叫草上飞 中文就是叫草上飞 叫air boat 就是它会很快在那个 就是水草中间那种走 然后会很吵 而且呢会很晒 air boat 它现在进去的时候它没那么快 但是它是可以开的稍微快一点的 要不然它能好意思叫草上飞 进国家公园 这门怎么这么破呀 还排了这么大的队 所以我们决定这样 先进去国家公园里边 看看它那个tram有没有票 但是tram好像还挺难订的 那个票 做完tram 如果老板还想做air boat的话 再让它草上飞一下 队排得太长了 已经有人腿着进去了 我们就停在这停了 这十分钟没动 不知道前面咋回事 Everglade National Park Shark Valley 就是大沼泽国家公园 我在网上查 我看说这个地方 12月份人是最多的 因为就是12月份 鳄鱼出没的最多 但是没想到现在 怎么人这么多呀 它是不是里边是 就是车位不够 然后就是出来一辆车 进去一辆车 就它不是那种 就是可以随便进去的 国家公园 我们那个年票 应该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没有年票的话 就是35块钱一辆车 这个就是我们的 国家公园的年票 这一张应该是80多吧 一般一次的 这个国家公园的门票 就是35 你只要去三个国家公园 这个票就值 美国国家公园都没有信号 我们这转到这条 排队的进门 这个道上开始 就没有信号了 然后我也没法查一查 这个堵车是因为啥 The parking lot is full One car out A last one car in 关键是我们这个大车 进去还不一定能有地方停 是不是 对 所以我看看房车 坐那个草上飞的 它这儿这个房车 应该是停在这边 停在这个小亭子这儿吧 那要停在这儿的话 简单 就要到我们了 自动 自动 Hello Hello Hi folks Hi How are you today? So we do have some oversize parking My rangers is going to check it right now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space for your vehicle Okay So just hang tight here for a minute I'll let you know when he's done checking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它这个国家公园还挺好的 有专门给房车停车 Oversize parking的一个区域 还挺好 这边是普通的车 然后你到那个 到了这儿 然后再stop sign 再左转 就走到那边去 可以的 我以为这个挺远的 进来以后 其实就很近 对 在这儿吧 Perfect Thank you 这点好啊 这点出去也方便 You're going to get the ticket straight down that building right there As soon as you walk in turn right and they'll be out there Okay Awesome Thank you Thank you 小哥太可爱了 他不热吗 所以他坐这个车 是三公斤 太前一个 坐在那个 那吃冰棍吧 要尝上我的草莓冰棍吧 等会儿 把我的巧克力咽下去 还行吗 还行 我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慢悠悠 啥也不着急 今天啥事也没有 就是在这个大沼泽 国家公园 他有活动 我们就参加活动 没有活动 我们就坐着吃冰棍 晒太阳 你看人家还真是骑自行车 他自行车一天是25块钱 租他的自行车 然后五点要还回来 五点之前要还回来 但我看他们说 就是看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loop 你骑来回要撒钥匙 我万一我这车机再栽到沼泽里 也在被鳄鱼给吃了个杂症 我看他们网上说 骑自行车的你要给这个tram让道 因为他那个tram他比较长嘛 比较难走嘛 然后很多 就是给让道的时候就摔倒了 掉到鳄鱼潭里了 没不至于掉到鳄鱼潭里 但是会很容易摔倒 我们的房车就停在这个这几个 你这不就就停在这 然后我们待会吃完了 我们如果还没到时间 帮我拿下 如果还没到时间的话 我的哈根达斯掉了一个整块的巧克力 给我吧 嗯 谢谢 在这种大热天吃雪糕就吃出了 小时候就雪糕顺着胳膊往下溜的 那种感觉 劈了啪了往下掉 你要是五点半坐床上飞 就变成蚊子飞了 好舒服啊 你的冰棍化了 你的冰棍化了 嗯 算了你要快点吃 我觉得老板吃冰棍 你来点 我不要 老板吃冰棍特别慢 因为我吃冰棍快 我感觉你小时候就是那种 就是吃冰棍 然后哩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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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啦到这儿了 那种小孩手肘还要舔 是不是 我们的时间刚刚好 现在是一点半 然后买了三点的tram 但是那个人说我们两点的时候可以过去查一下 如果说两点有取消的话 他可以帮我们塞到那个tram里面 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悠闲 就是一个接近大自然 大沼泽国家公园看到的所有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鳄鱼都是alligator 就是短吻鳄 就是正常的corkadale 也能看到 但是很少 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幸运的看到corkadale 虽然我两个并分不清有什么区别 这边都是等车的 然后里面还有走进去的 这大热片走进去的多热呀 阿弥陀佛 车上有人过生日 全车给他唱生日歌 你看一下水里浅弯里有好多黑的鱼你看到吗 你看一下水里浅弯里有好多黑的鱼你看到吗 也太小了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唯一一个冲着我的鳄鱼 而且还离得比较近 在这长远眼神 它是在想是来吃我还是吃的鱼 刚才这样 这看到的动物还不如咱们上次在那个silver spring看的多呢 上次silver spring还看到亡八岛了呢 这还有个小漩涡下去你看 这水里浅温是悬到哪去了 我看网上有朋友说做这个tram 哎呀做了一趟看鳄鱼都看腻了 看了六十多只鳄鱼 哈 我这做了个假tram吗 我做看咱们看了满打满串三只 还有一个巨老远 因为是多长远的 傻瓜 咱们这种沙妇 还没有很看出来 放在温光 这种沙妇 倒下 roll 我们吃丁 我们吃丁 我认为现在走过去再看看最后那一只鳄鱼 长着嘴的鳄鱼 这个tram 如果要来的话 一定要坐在左边 不要坐在右边 看到的所有动物都是在左边 然后我照到的所有动物都是要拉得很近 然后都是别人的头顶 看不大鳄鱼 刚才还张着个大嘴巴在这 大家都在这照相 今天这个大沼泽 以它结尾可以的 我们现在出来大沼泽国家公园了 然后看看沿途出来的这条路上有没有那些个体货还开着 可能坐这个air boat 草上飞 这个吧 Tagartels closed tour 哪写着closed closed closed and the best air boat ride 看看有没有 我先说一说这个 哦 哦 现在下来看看这个safari air boat the best air boat ride 还开不开门 如果不开门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旁边的restaurant吃饭了 hi are you still open 445 is the last run 445 what time right now 437 okay go lucky the last one the last last ride you have a national park pass by any chance yes 我们也太幸运了 还有5分钟就是最后一辆船了 然后我们买了这个最后一个船票 但是呢 它这个价格是47块钱一个人 我们有那个national park的annual pass 就给打到40块钱一个人 然后刚才这个卖票的小哥 我付了钱跟我说啊你知道吗 你又待会要游回来 他我真的以为我要游回来 吓我一跳 然后他说yeah 跟你开玩笑的 我估计这个去床会很吵 因为他给还给了耳塞 hey guys they gave you all your plugs right yeah pleasure yea 动臨 effects 带不带R3 区别还挺大的 带上R3就好很多 不带R3就特别是好 不带R3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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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草上飞非常好 但是的确是有点吵啊 而且你不觉得做完了还挺冷的吗 就是吹的我特别冷 帽子必须要摘了 因为你肯定会飞掉 我觉得如果没有小朋友 没有那种小小小朋友的话 这个草上飞还是非常好的选择 它的趣味性比较高 而且就是它这个开船的这个船长 它会绕着圈给你找这个动物 虽然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太多动物 但是它会顾及到两边的乘客 这边拍完了 然后它会掉一下头 然后让另外一边看 但是那个tram 它就只有一条窄窄的路 你动物在哪边 你就坐在哪边 你就是幸运的 但是呢 以我们的经验 如果你要坐tram的话 一定要坐在那个tram的左手边 因为那边动物更多 这个tram一张票是31块钱 两个小时 我觉得它的优点可能是在于 这个导游它会知识性讲的比较多 但是说句实话 就是趣味性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高 也有可能是我们来的这个季节不对 鳄鱼啊什么的都不太多 如果你要两个都要坐的话 就是早来 因为它这个parking lot非常的小 你早来的话 你先坐这个tram 然后再出来做这个safari的这个airboat 时间也就刚刚好够 然后坐完airboat 在这个safari的这个院里吃 他们的饿鱼肉 我觉得这个的安排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呢 你只时间有限 只能坐一个的话 我推荐这个airboat 这个safari airboat 它是在那个去国家公园的路上 还没有进到国家公园的这个门里边呢 省时省钱 就是去坐这个airboat 要趣味性的话 就是坐这个airboat 老板很喜欢这个airboat 他下船以后跟我说 哎呀我头发都不吹得立起来 这airboat呢 价格就稍微贵一点 它只有一个小时 然后它要47块钱 如果你有这个 国家公园的门票的话 它能给打到40块钱一个人 但是说句实话 你看到的动物都是一样的 就是不管你是坐airboat 还是坐这个tram 你看路边看到的这些动物都是一样的 就如果你来佛罗里达 我还是非常非常推荐 我们上次去的那个silver spring 因为它不仅能看到 你在这边能看到的所有动物 你还可以自己去划那个船 那个clear kayak 你能看到底下的水草 那个水极情极漂亮 特别的好看 然后还能看到海牛 在11月份到2月份之间吧 它有这么一个时段是能看到海牛的 我觉得那个体验 比在这个大沼泽国家公园要好很多很多倍 好吧 就这样 总结下来就是如果两个都要做的话也行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那就去做那个airboat 但是呢 如果你想来佛罗里达 只玩一个最值最好的体验的话 去坦帕附近的那个silver spring 看海牛的那个滑kayak 是最棒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天 给大家买一个这个 避坑指南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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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